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萬年 大魔王 然後有很多youtuber都拍過這個主題 還是想拍一下我桌邊 太多人在問我眉毛到底要怎麼畫了 真的是問到有一點 太開心了 所以呢 就是趕快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就是眉毛到底怎麼畫 然後我也不是說我的眉毛畫得多厲害 但是至少 目前為止大家都說畫得還不錯 或者是形狀蠻好看 他們蠻喜歡的 所以今天就想說呢 用我的方式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一款眉型的方式 你一定要記得 因為這個是一個 萬用攻略 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 長形臉 然後是圓形臉 或者是什麼三角形零形臉 之類等等等 你一定都要記得看下去 掌握這三個訣竅 你就可以畫出一個漂亮的眉毛 找出你眉頭的位子 那眉頭的位子怎麼找呢 就是從你的眼頭上對 的那個基準線 就是你眉頭的位子 那你的眉封呢 就是在你的鼻翼 然後到你的黑眼球外面 的位子 那個點呢 就是你眉封的位子 那再來呢 眉尾的部分呢 就是從你的也是鼻翼 然後延伸到眼角的位子 就是你眉尾的落點 這三點找出來 定位定好 然後前向連連看 把他們全部連起來 就會有一個漂亮的眉型 從眉封開始畫 眉封到眉尾先連接起來 連接完之後呢 再往前帶到一點眉頭的位子 眉頭的粉呢 竟然越少越好 然後把所有的眉毛呢 就是照著這三個點 把它連起來之後 再稍微塗滿 然後你可以用刷子去輔助 或是幹嘛之類的 稍微微調一下 適合各大連型的眉型了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真的是應該我拍過 就是有起來最短的影片 但是就是三個步驟可以簡單的 讓你畫出一個好看的眉毛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畫 或是不知道怎麼下筆的話 就請你把這支影片 把它好好的背熟 然後記得我們那三個口圈 就會畫出一個漂亮的眉毛 然後之後可能考慮會拍一個比較 呃...進階版的吧 就是讓大家可以更細緻的 畫出好看的眉型 就是譬如說你的工具選擇 或幹嘛那一類的 反正就是 大致上先講 之後如果有拍續集 再跟大家分享囉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 下次見 掰